大家好,我是于琪,现任亚台共建合作组织秘书长。 这几天我陷入深深的自责,内心充满愧疚和歉意。 由于我在16日当天不当的言行造成了极其负面的社会影响, 广大网友为我进行了诚恳的批评,经过认真感思。 我向大家做出深刻检讨,只以最深刻的歉意。 我也意识到我的行为对所在国际组织造成了不良影响,对此深感自责。 我真诚接受各方对我的批评,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, 深刻吸取教训,并为此不当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。 再次对家家之语深深的歉意。